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在刚刚过去的一整个星期 在香港稍微很丰富 香港的生活非常的丰富 因为内地的副总理李克强 要小心一点讲 雷哈康 因为副总理名字跟歌手李克勤就相差一点点 因为大家平时都讲李克勤讲惯了 雷哈康 雷哈康讲惯了 在很多香港一些新闻直播 或是一些记者采访的时候 不小心念都把雷哈康 公成雷哈康 所以要小心点念 这是李克勤 李克勤是勤劳的勤 副总理是李克强 雷哈康 雷哈康 如果大家怕念错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 把他名字就不停的念 不停的念十次 那肯定你就不停的雷哈康 雷哈康 雷哈康 就肯定不会念错了 对不对 香港就有一个新闻主播 他不小心把雷哈康 念成雷哈康 然后自己这么欲生欲死 因为这个错误令到他非常的难过 好 雷哈康副总理来香港 送了很多很多的礼物给香港 包括了民生 政经 还有金融各方面的 这个星期我们翻开报章 看到很多这几个术语 FDI RQ FII ETF 就铺满了整个报章 那这些到底是什么呢 对不对 如果你对这些不知道的话 可是翻开报章又不停的出现在 你的这个进入你的眼帘里面 哇你就会红忙脏 红忙脏 就很懊恼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星期我们就给大家 讲这一些到底在普通话里面 是怎么念 这些又到底是什么 这几个字眼呢 经常会出现在这个财经版 在finance page 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这个FDI FDI到底是什么呢 FDI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在普通话里面就是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外商 Direct直接 Investment 投资 如果大家觉得很难记 就用刚才讲李克强的方法 念十遍 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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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看到FDI 你就能够直接的讲出是 外商直接投资 好不好 这个方法一定行得通的 那以后你就不会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 就觉得还是很陌生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OK 好 外商直接投资 什么是外商直接投资呢 这个外商直接投资 就是在内地投资的一个渠道 香港是这个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 占了50% 是内地很直接投资 这个FDI的主要投资来源 占了50% 那这个外商直接投资 主要是用美元 USDollar进行的 用美元进行的 当然现在也开始是用人民币来进行 但是如果要用人民币来进行投资的话呢 那是要经过一些商务部或者是这个经过商务部或者是相关部门来审批的 所以主要还是以美元进行 那这个FDI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现在念起来是不是很顺了呢 多念的话就能够进入脑里面的FDI外商直接投资 好 我们再看这个字翻开报章财经版一定会看到这个字 到底是什么RQFII 整天这样这几个字跳来跳去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认识他 以后就不会再怕他 这个就是人民币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普通话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Qualified合格 Qualified合格 Foreign就是境外 Institutional 基构 投资者 投资者 那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合格 人民币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我们这样念很快我们就能够进入脑里面 不过一般上大家都是讲RQFII的 所以大家就不妨再把这个念多几遍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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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让境外的机构和资格的境外机构 以境外的人民币在内地投资 就是这么简单 ETF也是在财经版我们一直都会看到的 ETF是什么呢 就是Exchange Traded Fund Exchange Traded Fund 就是交易所 交易所挂牌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 交易所挂牌基金 交易所挂牌基金 念十遍就会进脑了 好 这个什么是交易所挂牌基金呢 比如说在内地的港股ETF 在港股组合的ETF的话呢 港股在内地的港股组合ETF 那就是比如说 就以这个香港的这个恒生指数为依据 为依据为基础 然后呢在内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就是这么简单 当你听到港股组合ETF 香港的股票港股组合ETF 就表示港股嘛 你就是以香港的恒生指数为基础 然后呢你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内地买卖那个基金 在内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就是这么容易 不要被这些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东西给吓到 其实呢我们只要去了解它通过很很简单的方法 去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以后我们看到这些呢就不会再感到陌生了 OK 好我们再来 试试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念一遍 好FDI FDI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RQFII就是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如果你觉得呢你就把它分开 人民币 然后合格境外 合格的境外机构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ETF ETF是交易所挂牌基金 交易所挂牌基金 你把它分开就容易记得了 OK好今天就希望 今天讲这几个简单的这个术语呢 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希望因为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都说看到这些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所以看到财经版呢 他们也觉得很头痛 因为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很简单的 去理解它的字面上到底是什么 然后稍微把它记一下 就再也不会被这些字给吓倒了 好我们下个星期 又怎么又是星期六再见